这个安装在靠近圣桃沙跨海步行道的设备 将海水涨潮和对潮形成的数式 也就是潮汐能转换成电能 并为设在同地点的相关展览会场提供务力 设备花了约两年时间研发 并在今年9月投入运作 这个地方连接圣桃沙和新加坡周围的海洋 它这个地方的水流速度比较大 宽度比较窄 所以这边的海水被加速 被加速了之后发的电就相对多 有别于其他再生能源 潮汐能持续供应能源 它不受天气局限 预测潮汐的周期也较容易 圣桃沙发展局指出 不排除利用潮汐为岛上提供部分电力 像是为电动滑板车充电 而南洋理工大学则表示 他们打算在未来三至五年 将适应性计划 扩定至潮汐较强的其他南部岛屿 例如洁内岛 为岛上的供电提供多一项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读托 500